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29号,星期四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今天我们有好多主题 我就不一格格念,所以今天也是迟到 我太贪心了 准备了太多的内容,所以时间就有点 一抬头时间就已经过 我们先讲讲北戴河会议吧,北戴河会议现在应该是 7月下旬,通常是7月底8月初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 就会在北戴河开会,其实也不是开会,就是度假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可以 可以讲现在是进入北戴河 北戴河时间,一般来说是这样,7月底到8月初 天气热 领导去度假 去度假呢 秘书们就跟着一起去 需要办事就在北戴河把事给办了 那我为什么今天会讲起这个话题呢,是因为 昨天 昨天有个网友来找我,网友跟我聊,他有个看法 他觉得 他对习近平有一段看法,那我就把这段看法,其实这段看法 我最近也是有 朋友来找我聊这个事情 那 多多少少都有点相似,所以我就把这段话呢,就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我们再聊 北戴河会议 和习近平的连任 习近平的连任基本上目前 是主流的看法 就是明年20大 习近平会连任 基本上这是主流看法 那么这个网友的看法,他有几个看法,第一 他认为习近平不会连任 或者不会完全连任 他后面会解释 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中共还没有到灭亡的时候 他还有一定的自我调节的能力 那么基本上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习近平把这个 把这个中共这个金字塔的上层 基本上都得罪完了 那么 其他的人不会放任他 不放任他的意思就是制衡他 那么只要中共还有这个自我调节的能力 那 他就不会连任 这是他的基本的观点,就是中共本身是有自我调节的能力 否则他活不到现在 那么至于说习近平这种权力 绝对集中,然后就是 党内也没有什么挑战他的势力 但是呢他认为呢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 中共和其他的政治势力 谈判 或者是叫妥协 可能性是什么呢 可能性是 最大的可能性是习让出国家主席总书记的位置 但军委主席不让,要保命 这是他的基本的看法 陆陆续续我最近也有一些朋友来找我聊 也大体上反映了一个这样的看法 就是说 认为习可能会和他的政治对手进行妥协 原因是内政外交都比较困难 这个时候呢 习连任对当前的这个,当前的中国的政局并不利 我们来分析分析这件事情 我们在分析之前我先讲讲北戴河 北戴河是一个比较好的场所 就是说 北戴河会议,所谓北戴河会议通常是讲的是一个戊须的会议 他并不是说一定会开一个 大家正经为坐,往那一坐,然后这个主席台上面一排人,然后底下开会,念报告,不是一个这样的会议 北戴河会议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一起开,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是 中共中央跟国务院一起开会 但是呢这个会呢 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休闲版 就是一起开,但是是务虚,不讲具体的政策 那么 通常就是这个时候呢 现在到底有没有开呢,我今天做了一些功课 为什么会迟到,因为我做功课做时间太久 你看啊,中主部29号 在北京开了一个什么会呢,开了一个 这个乡村振兴的电话会议 然后这个中组部长陈希出席的会议 也就是陈希还在北京 王毅是昨天 在天津 见谁呢,见塔利班的第2号人物,大家都知道这个会 那么再往前就是跟这个 跟这个美国副国务卿会见 所以 王毅应该是在天津 然后就是这个中宣部长黄坤明 参加这个28号的这个 国家社科基金的评审会议 是吧 黄坤明在北京 然后这个 汪洋 汪洋27号在北京,开了一个什么呢 政协学习习近平这个讲话 经验交流,精神交流会 27号在北京,那么汪洋应该还在北京 王晨,王晨是25号到26号在上海调研 所以你可以看,我还没查完,其实可以把整个政治局重新查一遍 我没有时间那个会,时间超过了 那么从这个情况,从这个人员的这个情况来看 理论上来说 北戴河会议应该还没有开 但是你可以看啊,李克强最近 就没有露面 他都是在批示 李克强几件事情都是批示 那有可能的情况是 没事的你就先去 你有事的你先算,因为北京离北戴河很近 开车一下就到了,所以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而且 北戴河会议开的期间呢,就是这个期间 那有事再回北京开会都是有可能 都是常态 就是说 你比如说这个 人大,人大常委会要开了 那么这个人大常委员长 你嘴边上 回北京开个常委会,然后再开完会再回来 都是正常 所以 有可能已经开始,也有可能还没开,都有可能 但今年有个特殊情况 今年的这个又是洪水 然后又是 各种内外的事情比较多 如果他今年不开 可能 我也不意外 老实说 那么北戴河会议,我们讲讲它历史,北戴河会议的历史 北戴河会议呢,其实非常反映中共的 属性 就是 中共是为谁服务的 中共是为领导服务的,53年 53年就决定 夏季去北戴河办公 然后就叫北戴河办公制度 形成,53年开始 这中共建政是49年 53年就已经说夏天我们就不在北京待,我们就去北戴河 在北戴河办公制度 那么中共中央办公厅就筹建 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 北戴河管理处 那么为这个中央 在北戴河办公服务 然后到54年 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制度 国务院制定北戴河休养区 使用方针就是为中央暑期办公服务 所以北戴河成为一个疗养区是从54年开始 到了57年呢 就开始 盖房子 57年盖的房子就很多了,已经有 别墅 有183处,57年大跃进 就开始饿死人了 开始干 总建筑面积,当时的总建筑面积已经有12万5000万 5000平方米 占地已经超过3平方公里 那么从53年到65年 夏季所有中央的重要会议 都在北戴河开 66年 文革爆发 这个北戴河办公制度就中断 到了83年 83年这个赵紫阳 跑到这个青黄岛视察 说 我们还是在这里搞吧,搞这个北戴河办公吧 这个赵紫阳呢 儿皇帝 所以他基本上 就拍拍马屁呗,因为那个时候他跟 他跟那个 胡耀邦还是生活在这个 邓小平啊陈云他们的阴影之下 那么他一看,哦这个地方还是不错的,我们恢复吧 拍拍这个领导的马屁 那么84年,北戴河办公制度就恢复 然后到了85年 五大班子 就是中共中央国务院 政协人大 这个中央军委 五套班子,五套班子加上什么呢 中顾委 中顾委就是陈云、邓小平 那么到北戴河就是办公休养 都挺高兴啊,因为这领导轻松啊,跑到那边去 一直到2002年 每年 五套班子 加上这个 这个领导人就是 叫什么,元老们就去这个北戴河 北戴河开会 其实就是休养,疗养 2003年 2003年就正好是非典 当时的是胡锦涛 胡锦涛是很不喜欢开这北戴河会议 为什么 因为他受这个江泽民的压制 那么一去北戴河,这老人们都在北戴河 那江泽民也在那儿,江泽民在那儿的话,你说胡锦涛舒服吗,一点都不舒服 他不愿意跟这个老人家 老人家在一起 那怎么办,正好 2003年 2003年 这个非典发生 非典发生,胡锦涛就说北戴河 什么休假制度 暂停 不办了 所以呢,胡锦涛一上来就停掉他,停掉他当然是基于 对江泽民的 这种压制的不满意 一停就停了10年 就是胡锦涛在任 都不搞 都不搞呢,搞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 习近平,习近平上台 第2年就恢复 恢复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拍马屁 大家都高兴 大家都高兴的话,事情就好办一点 这就是 整个北戴河会议其实是北戴河休养办公 休养办公的一种方式 那么今年的特别,今年是有点特别 今年第1个 7月1号 百年党庆 大办了一把 大办了一把 当然百年党庆的大操大办目标还是为了习近平的连任 所以实际上你可以看 习近平在连任这件事情上 是 决心很大 做了很多的部署 做了很多的动作 7.1的大办 就是他连任的其中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 表现 完了以后呢,你可以看 7.1完 上来干嘛 滴滴出行 就开始打滴滴 然后就是一系列的上市公司的整治,上市公司整治 滴滴是头,是个油头 当然滴滴本身他有一些背景 就是跟 跟这些利益关系 红色权贵们的关系,背后也是有这些关系 然后就是什么 教 教培行业 教培行业的团灭 最近教育,教育行业现在是一片 你可以看,现在就是互联网行业 血雨腥风 然后就现在是这个教培行业,血雨腥风 然后那个这个教育行业,血雨腥风 然后7月5号 习近平在这个 在晋升四个上将 四个上将,这个西北战区 和南部战区 这个司令员,陆军司令全部换人 然后又有消息说,习近平这个从那个野战军 调人去中央警卫局 中央警卫局大家知道 负责这个 中央领导的位数 就是保卫工作 那么政局长是曾经做北部战区陆军 陆军副参部长叫周鸿许 副局长是陆军第31集团军步兵第91师师长 师政委 陈登吕 就是这两个人 那么从野战军调人进来 而不是从那个中央警卫局内部升迁 说明什么 说明还是有危机感 然后7月11号新华社 发表这个习近平的小康故事 里面再提说 提到什么 谁也没有免罪的单书铁券 铁券 谁也不是铁帽子王 点名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后 孙政才、令计划、六只大老虎 然后今年1月29号 执行死刑的这个赖扫明 这一系列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这个还是 这个波涛汹涌 到了这个7月中旬 这个习近平言论汇编新书出来 里面又有很多 很多故事 所以你可以看把这一系列的事情放在一起来看,当前的形势是什么 压力非常大 一方面的经济形势不好 另外一方面的外部环境恶劣 但是通常在这种情况之下,理论上来说 越是这种情况 越是 外部 越压力越大 中共内部理论上会更 更团结 那就是形势越恶劣 那么最上的那个呢 就更有条件 提出更多的要求 所以呢我是觉得 你可以看到现在党内斗争,权力斗争是白热化,毫无疑问 中共任何时候都是 权力斗争激烈 但是习近平的权力仍然稳固 这是 这是第1,第2 我刚才前面说的这个网友的看法会不会出现 就是他的可能性是 就是说 习近平会不会因为现在环境不大好,那么这个跟我的政治对手进行谈判 大家达成一个和解 然后我们统一对外 完了以后呢,我放弃一点权力 然后形成合力 他的这个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认为是不可能 为什么 原因几个 第1个 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 你死我活 虽然我们讲 在中共 中共所有的人都在一条船上,这个没有错 但是中共的党内斗争,历来 历来党内斗争都是你死我活 不行就肉体消灭 这跟什么有关 这跟中共的这个党的这个基因有关 中共 来自哪里 来自苏共 苏联共产党 从苏联那边来 苏联共产党是什么 是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讲的是什么 暴力 所以呢 党内斗争 不是说我们自己人,我们就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 我们打一把,但不要伤及性命,我们 不同意见,那胜负一分,那我该干嘛干嘛 不是这样 这共产党它的基因就是暴力 就不管对内对外 都是一样,刀刃向内,什么叫刀刃向内 不行就把对方肉体消灭,所以你可以看 中共从建党到现在 党内斗争都是要你的命 你看毛泽东,这些党内斗争都是要命的 都是要命 所以党内斗争你死我活 绝对不是理性选择 是什么 是生死存亡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人会fair play 中共党内没有人会fair play 要干就是往死里整 这是第1条 这是第1条 就是 党内斗争你死我活生死存亡 而且 都是不留余地 这是第1个,第2个 中共党内的权力斗争还有一个特征,什么叫特征 个人利益 高于党的利益 经常讲我们现在 我们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对党的利益是最好的选择 不是这样的 你可以看 这个毛泽东从毛泽东开始,我们往前我们就不说,从毛泽东开始 毛泽东从来就把他个人利益 凌驾党的利益之上 只要我的权力能够巩固我的权力 只要对我的权力有利 我管什么党不党的利益 我先把我的权力巩固好 把权力抓到手里再说 所以很多人 大家会觉得你这样子干的话对 中共不利呀 我管他利不利,我先把权力拿到手里 就是最大的利益 所以第1个特点,中共党内斗争第1个特点,你死我活 第2个特点 个人利益临降 党的利益 国家利益那是 更往后排 这是第2条 所以呢 你把这两个属性往那一放就会知道 习近平绝对不会分手 绝对不会松手 习近平一松手意味着什么 死无葬身之地 为什么 你想想看 他得罪多少人 从党内到党外 得罪人就多了去了 所以 他不能松手 他绝对不能松手,这一松手 什么叫底线意识 底线意识,习近平天天跟他的党的同志们讲 你们要有底线意识 对我们共产党来说我们就在底线上 你往后一退就掉下去,悬崖峭壁 对他来说在党内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在底线上 他只要往后一退 就是悬崖峭壁就得掉下去 所以他不会松手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从习近平最近的表现来看完全没有留余地 不留余地 他要继续往前走 而且一定要把事情做绝 而且把退路堵死 这底线意识是什么 底线意识就是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就是底线意识 所以这个问题我还是 这个网友提出来,这个说习近平可能不会连任,或者是 留一个国家主席,不留个军委主席,其他的让出去 那是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当年邓小平 留了个军委主席留两年,实际上留不留其实对邓小平没有太大的区别 为什么 因为习近平现在的处境跟当初这个邓小平的处境完全不一样 邓小平从开始 从这个 赵紫阳从胡耀邦开始 他就没有主政 他根本就没有主政,他只是在后面垂帘听证 他没有实际上的介入证,就是 执过证 他只是在旁边说你这事你得给我汇报 我得同意 你再往前干 我一看不对,我就摁住你 这跟习近平不同,习近平他直接就坐在这位置上 所有的事情都他在 他在执政,实际上他就在执政,这跟邓小平完全不一样 所以 我觉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 这个习近平不连任的 迹象 这是第1个主题,我们今天就讲讲这个 把这个北戴河会议跟那个习近平的连任,我认为习近平连任这件事情 90%以上的可能性吧 这是第1个,第2个股市暴跌,资金出逃 中国急了 那么大家知道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进入6月份以来 那么针对网络公司主要是滴滴了 教培行业的一系列的政策引发了严重的后果 中国 中港股市 然后是美国上市的中概股 出现暴跌 然后这个 外资也好,中资也好,恐慌性的抛售这些中概股 周一周二的暴跌,这个A股市值蒸发4万亿 蒸发4万亿 然后过去一个星期 香港股市,美国股市 中概股 大跌 那么这个恒城科技指数一星期之内跌了14% 那么抛售 这股市抛售是从那个教培股 教育股 一直蔓延到整个中概股 包括什么,包括阿里巴巴,腾讯 股市的暴跌也带动了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 走软 人民币最近也在跌 汇率也在跌 那这个形势,老实讲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这是个非常严峻的形势 股灾应该是一个小规模的股灾了 然后这个新华社星期三,星期三晚上发新闻稿 中国经济形势基本向好,基本面向好的这个局面没有改变 讲了一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依然坚定 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础依然稳固 然后这个上半年,这个第2季度的形势比第1季度好 讲了一堆这个话 讲了一堆话 意思就是说,这个行业监管有利于中国长远发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 坚定决心没有改变 那么市场担心未来中国企业 赴境外上市的政策 存在变数 但是证监会呢,对企业选择上市的 这个持开放的态度,支持企业,根据资深发展需要做出选择 这是一个 新华社开始出来 安抚市场 因为市场出现了恐慌 然后星期三晚上 中国证监会的副主席 方新海 方新海就召集高盛、瑞银这些 国际投行 开座谈会 把他们抓的来,这些大佬们来开会 据说这个证监会主席议会也出席了这个座谈会 主席是方新海 方新海是负责国际事务 那么他跟这个国际投行讲 中国最近对教培行业 对互联网金融和其他一些行业实施的监管整顿 是为了解决问题 帮助合理发展 那么他说中国无意在全球市场脱钩,特别是跟美国脱钩,没有这个想法 然后他说中国未来会更谨慎 出新政策会更谨慎 避免市场剧烈波动 他说让市场有更多的时间 消化这个消息 然后他讲这个监管机构还考虑 对上市 如果政策有政策的话要考虑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他说特别是对什么呢,VIE就是 可变利益实体 他说政府正在审查 这个可变利益实体,因为可变利益实体实际上就是 这些外资企业利用可变利益实体去海外上市 因为 政策的限制 他说 他这里给大家 给发了个定心碗,说 政府认可 认为可变利益实体是中国公司参与全球市场的一个 必要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中国希望保护民营企业和国际投资者的利益 中国政府会出台更多的政策 吸引这个外国投资 就说了一番这个话 那么这个话呢有几点,第1个可变利益实体的这个模式呢 意思就是没问题,大家放心 这是第1个 给这个外国投资者一个定心碗 另外一个呢就解释,我们这个政策呢 不是别的意思,就是要 解决问题 没有改变政策 改革开放不会改变 等于就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意思就是以后我们会注意 政策 出这个政策呢 尽量减少市场冲击,大概就是安抚市场 然后呢会谈结束之后呢 这个纽约和香港的这个科技股呢就跳涨 给个面子 那么给个面子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 刘鹤 刘鹤星期二出席这个 中小企业峰会 他发表一个书面的讲话 意思就是 意思就是对中小企业,对私营企业,没有压制私营企业的意思 这个讲话我觉得,我看那个讲话 不一定 不一定有这个效果 那么总之来说呢,市场的暴跌 中国是急了 证监会跑出来安抚 安抚外国投资者 那么外国投资这些华尔街的 华尔街的这些大佬们呢 又给个面子,让市场涨一涨 但是趋势会不会改变,我觉得趋势并不会改变 因为 因为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最核心的问题就是 中国政府这一系列的动作 让投资者 伤筋动骨了 大家知道 你讲这番话 之前 我口袋的钱突然少了80%,你想想 你讲什么话都没有用 因为我损失已经发生 这个损失是什么 损失是最好的教材 你讲什么话都没有用,我这损失已经发生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就说 尽管 中国官方在安抚 安抚这个市场 但是我认为 两点 不会改变 第1个 华尔街对中国市场的看法不会改变 就是说远离中国市场 远离中概股 这个市场不会改变 除非 除非形势发生了巨大的 巨大的调整 让对方认为 这个形势变回去了,这是第1个 所以 第1个,华尔街的对中国市场 对中概股的看法不会改变,这是第1个 第2个 趋势不会改变 什么趋势 中国 和国际资本市场脱钩的趋势不会改变 以什么为说明呢 就是美国,美国政府在7月16号 对香港市场发出的这个警示 其实说得很清楚 意思就是说呢 你呢 你得 你得配合美国政府的这个制裁 如果你跟我们制裁了 你不配合,你有风险 这是一个风险 另外一个风险 如果你配合了 你还有风险,为什么 香港特区政府可能会报复 就是说你不管是配合还是不配合 你都是有风险 讲给谁听的 不就是讲给这些投行听的吗 所以实际上这个脱钩正在发生 然后中国又准备在8月份 人大常委会8月份的会议上 准备把这个反外国制裁法 放到什么 放到基本法附件3 也就是说把这个全国新的法律 在香港实施 你在香港一实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在香港的美国投资者,那必须马上跑 你不跑的话,你怎么都是有问题 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脱钩 就是美国主动的跟 美国主动的和中国脱钩 那么中国反过来也在主动的跟美国脱钩 因为你不做一些准备的话,万一 这个一脱钩的话我不掉地上 那我得怎么办,我做准备工作 我做准备工作实际上 就是在推动这个脱钩 这件事情是无法阻挡 所以你可以看最近一系列的这个动作下来 我就讲 你政府不管不顾 不管不顾,然后你回过头来 这个一刀砍下来,然后再贴个 贴个创口贴 一刀把别人胳膊砍没了 然后在伤口上再贴 创口贴 管用吗?一定是不管用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 就是滴滴 滴滴重创 滴滴重创,然后华尔街日报 昨天 昨天就报道 说滴滴正在考虑私有化 资金从哪里来呢,资金是上市筹集的资金 然后呢这个发行价大概在14块钱左右 然后呢这个滴滴这个报道一出来滴滴股胶就上去了 上去,然后滴滴赶紧 紧急澄清 说那个有关滴滴私有化的传言 不实信息,目前公司正在积极 全面配合网络安全审查 这是一个 我就不具体的再说了 因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滴滴的形势依然 胶着 应该怎么说呢 应该是你今天的股价在跌下来,我看一下今天股价多少 应该是跌下来了 涨了 涨了一点 就是这样,情况就这样 滴滴的局势不明朗,到目前为止不明朗 他面对一个是安全网络安全审查 这头 美国市场 有诉讼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关于这个教培,教培团灭的这个 真实意图 也是网友发过来的信息跟我讲 讲两点 第一点 就是关于中共为什么要 团灭这个教培行业,他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 我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 中国本身 在中国政府在这个教育资源上面的,他不能够全面覆盖 就是他的教育资源 配给不足 配给不足的后果是什么 配给不足的后果就是 市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也就是公办教育没办法满足市场的需要 那么就教培行业就形成 教培行业形成之后呢,中共发现 我这个市场我掌握不了怎么办 那我这个不能够掌握在 掌握在这个教培行业手里 教育是什么,教育是非常核心的意识形态 所以为什么要团灭这个教培行业 背后的真正的意图是这个意图 中间讲有人把这件事情 和人口政策联系在一起 这是有关联,我的看法还是能够 这个有关联,但不是因果关系 他不是因果关系,跟人口 就是降低这个家庭的 教育支出这个问题,不是因果关系 那么昨天网友发过来一段话,这段话我觉得很有价值 他是这么说,他说教育部下面有一个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教育科学研究院,他的数据是怎么说呢,他说 目前全国的这个校内教师总数是1400万 校外的教培行业,这个从业人员总数达到800万 所以呢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出现了另外一套 不受中共控制的教育体系 所以教培行业的整治 最大的考虑是什么 是政治安全 这句话呢,表述呢 跟我之前讲的有关联 大体一致 大体一致 那么还有一个 他说呢,现在他不仅仅讲的是教培行业 他讲的现在南方有些地方 他的私立学校的学生占比占到多少,60% 所以其实呢,大家不要以为 中共动手的仅仅是教培行业,不是的 包括什么呢 私立学校 私立学校国际学校,昨天有一个 朋友来问我,前天朋友来问我 说国际学校怎么办 情况怎么样 国际学校这几年大发展 因为需求很大 我觉得会回到原点 所以私立学校达到60% 这个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看法是,中央的目标是多少 低于5% 理解了吗 那么这个信息反映出来的情况和我们之前的分析基本上吻合 那么只是 只是什么呢 只是数据展示出来的情况超出我们的想象 那么看来这个教培行业几万亿市值,上市公司市值不是盖的 他真的能量非常的大 我就认真地查了一下数据 2017年,我就讲讲我查的数据,2017年 中国的教育体系 从学前教育 到高中阶段总共在校生 2.3亿,这是2017年的数据,2018年的报告 那么专职 专职任教教师 多少人 1400万 学校50万所 中国总共有1400万教师队伍 有50万所 学前教育 小学 初中 高中加在一起50万所 然后北市大和好未来联合发布的这个 联合发布的中国教育服务产业市场分析与就业效应测算报告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分析报告 不是个调查报告,是个分析报告 这个报告指出呢,中国教育培训市场规模逐年增大 到2019年达到3万亿 到2020年达到33000亿,跟我们之前的数据基本上吻合 那么教育服务产业的总就业人数 突破1000万 这比我们刚才讲的那个数据还要大 那个之前讲的是800万,实际上他有1000万 那么教育服务产业处于高度 高速增长的阶段 我讲的跟现在 本阶段 那么他大概是这样 报告根据2019年到2020年 做的这个抽样线上调查 那么教培行业总人数 突破1000万快速增长 但是由于这个教培行业没有统一的界定标准 而且教育这种教培的这种新业态层出不穷 所以呢报告认为由于他们当时做这个 这个数据统计的时候仅仅是涉及到 教培行业中占比最大的两类 第1个叫 科技,教育科技企业 第2类叫校外培训机构 这两类 进行的初步统计 他说如果把这个范围扩大一点的话人数还会更多 那么去年实际上2020年 2020年是教培行业大发展的一年,为什么 因为全国 大中小学开学推迟 然后2亿6500万在校学生普遍都是 网上教学 所以在线教育 爆发性的增长 所以呢辅导老师的群体大幅的增加 那么当时目前 仅仅是K12,头部的这十几家在线的教育 教育机构 辅导老师 数量已经达到10万 就是头部的这几家 什么好未来啊新东方这些 那么辅导老师大军 在辅导老师的这个群体当中 95后是主力军 占75% 然后是 96年出生 96年出生的这个 人数最多达到24% 然后90年到94年 23.8 85后占0.8% 所以还是非常年轻人 都是年轻人 那这个辅导老师呢 有几个特点 第1个 一个是学科功底 还有一个是沟通能力 沟通能力,学科功底 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这个跟现在在校的老师 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这些辅导老师,这些教培行业的辅导老师的素质 普遍比 在校的教师要高 然后呢就是 本科占比60% 那么硕士占33% 大专占4.5% 那么还有就是留学生 留学生就是不断的大 就是 留学就是海归 海归成为 教培行业里面的 非常重要增长的一个情况 那么网上还有一些消息,比如说这个杭州 杭州 杭州有个教育新政 教育新政 就是9月1号开始,浙江 浙江准备 做这个教育新政 把这个 之前提出来的叫家校同教 就是家长 和学校 要同时参与这个教学 废掉 五大措施 五大措施 第1个 联合执法 联合执法抓什么 抓老师的课外补课 五大部门联合执法 而且中央还要派督察组 检查 这是一个 第2个 放学留到5点 放学 学生放学之后留校留到5点 5点以后才回家 这段时间干什么,做功课 作业不准带回家 不准家长监督批改作业 然后当然 在校老师 不得校外收费补课 而且 而且 扫黄办要参与这个执法工作 为什么 扫黄办 扫黄办干这种事情很有经验 抓这种 偷偷摸摸的事情非常有经验,所以把扫黄办 所以共产党的弹性是干什么 对付老百姓的弹性非常大,没底线 然后你可以看啊 最近 7月9号 江苏 江苏抓了一个 就是补课 说这个叫什么,季川初中教育集团 这个季川校区教师 在家里给11名学生补课 抓了 7月17号到 7月17号26号 浙江京华 街群群众 群众举报 抓了 抓了一个是36名初中生上语文课 一个是这个53名初中生上语文课,两名教师,一个是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 都抓了 27号 就是黄山,黄山这个屯息的 在别墅里面 补课 抓了 现在就是 这就是 这就是关于这个 教培行业团灭 后续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 再讲一个什么呢,讲一个武汉 武汉进入这个平票,平房票买房时代 我先把这个事实跟大家说一下,新闻事实是武汉市 房屋保障和住房管理局7月29号发布一个通知 就是关于加强购房资格管理工作的通知,这是个征求意见稿 这个征求意见截止到8月6号 就很快就实施的了 那么实施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武汉 限购区域购买住房 那么购房人要在市房管 房管局的官网 或者是公众号 提出这个购房申请 购房 提出申请购房资格 符合条件才能领到购房资格的房票 就开始房票 我们之前讲这个中国会不会再会出现粮票 现在还没有出现粮票,但是已经出现房票 那么有效期60天 那么购房人可以凭房票 进行购房意向登记 和 网签备案 一手房二手房都可以试用 然后武汉就进入的这个 评票买房的时代 那么这个购买一手房的时候呢,你购房登记完成之后呢,购房人的登记资格 就是马上被锁定 锁定期间你只能买这个新房 你其他的房子不能再买了 不能再登记了 然后呢这个开发商会把这个购房 这个他的登记名 登记名单向社会公示24小时 所以呢你买房子是小心一点 你不想让大家知道有点难 然后买二手房也是一样,地产中介 要验证他的房票 然后呢才能够 网上签约 然后就是 武汉各个区房管局 会按照一定的比例 对这个房票进行抽查 进行抽查 然后呢如果骗取购房资格 就一年之内 不能够领房票 大概就是这样 7月15号南京市也颁布规定 要求 就是你只可以参加 只可以参加一个楼盘的摇号 其他楼盘不能够参加 这类似跟他有点类似 他这个也是一样 一手房 你只能参加一个 一个筹签,其他都不能参加 上海杭州都有这种类似的规定 现在这个购房资格大概是这样,房票有效期60天 然后单次使用 可以多次申请 这等于是什么呢,这等于就提高了这个 进入市场的门槛 那么继续减少 市场的购买力 大概就是这样 6月到6月末,武汉市商品房 存量是18万套 总面积是2094万平方米 那么去化周期是9.95月,基本上正常 基本正常 大体上是这样 什么意思呢 房票当然 房票的诞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房地产调控已经百花齐放 就说地方政府一票否决,对地方政府的压力非常大 地方政府的一方面的他不想把这房子 房地产市场 一口气把它推倒,那不行 对他来说那是接受不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他又非常害怕房价往上涨 因为一票否决 市领导省领导都有很大的压力,那怎么办 那就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限制金融市场的购买力 房票就是 其中一个手段 好吧 那非常的抱歉,今天我们迟到时间比较长 不过今天的内容真的还有很多,其实我手上我们还有 几个题目,比如说 网上有人在传,传一个什么东西呢 农村集体用地入市 进入最后的阶段 那么大体的方向什么呢,就是 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 一样走招牌挂 第2个就是有两个细节,一个就是产权不允许分割 第2个土地出让金返回这个春籍政府 但是问题是春籍财政没有财权 乡镇才有财权,春籍没有财权,那如果没有财权你钱回到村里头 那怎么管 其实这个消息我今天看了一眼 怎么说呢,我不大相信 为什么 那这一片混乱 如果 集体用地入市 真的要过 那大家赶紧买房子吧 中国房地产市场就崩溃了 这个消息 我不大相信 因为如果召开挂进入市场 农村土地,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意味着什么 土地供应就会暴涨 土地供应暴涨 那房价不跌 跌出降来吗 这个我不相信 好吧,那我们下面今天的主题就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鸣谢 刘燕谢谢 观点 习刚上任的时候,体制内的朋友说,这个政治气氛不对 凑合着喊喊口号,混日子到退休吧 结果这几年发现连退休都躲不过去 观点,习是肯定连任的,现在国内看不到制衡他的力量 他连任最大的问题是自己连任了 下面一堆狗腿子要不要连任 习要是连任失败,大家会觉得他不行了,到时候不单是习本人 他整个家族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我同意,我基本上也是这么认为 观点,习不可能妥协,白忙活这么多年,争权得罪了一堆人 好不容易把权力抓在手里,有哪个人愿意这个时候下 只有一条路走到黑 同意 观点 西方的进步是源于大家遵守政治红线 当发生反人类的政治事件之后,社会达成共识 形成法律并确定红线 通过民主和法治来迫使政治家遵守政治红线 反观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始终再重复一个思维,为了个人私利毫无底线可言,非常正确 提问 习定于尊的时候,必然是削弱了其他 六常委的力量和利益 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地,请问王老师 他这么做是个人性格和认知局限有关 还是被自己背后的利益裹挟 必须斗争下去 那不知道 这个不好说 都有吧 性格的因素,利益的因素,然后 大家知道打起架来 你打过架没有,大家有没有打过架 打架的时候你不会说我打哪个部位 哪个部位轻重多少,不会的 打架不就是上来就是怎么让对方痛就怎么打 所以不会那么讲究章法的 所以你问他这么干 到底跟什么有关系 跟自己的力量有关系 跟你的性格有关系 跟你的这个利益有关系,有很多的因素的影响 但是我觉得真的打起来 就不会管那么多 你说 观点,习的连任,估计党内反对的人还是很多 原因是对他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不满 但不会出现比较大的宫廷政变 习做了很多明的暗的动作 很大概率会连任,未来中国经济和 世界各国的关系都不容乐观,非常正确 观点,习当军委主席只是垂帘听政的翻版 如同邓小平一样,不论谁当国家主席,必定被习裹下 如同胡耀邦的待遇,现在国内的各种势力已经错过了制衡习最好的时期 所以习的所谓去 只是隐退幕后 实际上还是习天下,对中国没有实际意义 我觉得 习不会退了 我不觉得习会退 提问,中共讲政治改革 讲改革开放,从80年代开始讲 距今40年 依然用这套说法,请问王老师,什么时候才能够完成改革 他们 他们怎么定义算完成改革开放 开放是不可能完成的,开放是个结果,把门打开就叫开放 那当然开放有不同级别的开放 你可以不断的开放 那么改革呢 改革叫摸着石头过河 中共呢就摸着石头过河,起得劲的就不上来了 不想过河 为什么 在底下摸着石头多舒服啊 这一不小心装自己兜里,本来摸着石头过河目的是过河 他现在摸着石头不过河了 为什么 过渡状态最好 你想一下 一方面我又独裁 另外一方面 我又进行双轨制 双轨制才能够把你的权力 变现 所以 过渡状态对中共来说最有利 所以呢改革开放什么时候玩 他不会玩的 一直都会改下去 因为这样子他才能够 获得最大的利益 观点 这次团面很像三反五反的翻版 都是突然间中央下达政策 刀刃向内对自己的经济开刀 撕起背面 当时官方声明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改造 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事实上 经济和税收遭受重挫 失业倍增仅上海当时就造成了15万人的失业 一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那你说教培行业多少人失业 百万级是没有问题吧 教培行业的从业人员我相信应该是过千万 从他们描述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过千万是一定的 那现在头部的这些企业都在裁员 从好未来 高途好未来新东方都在裁员 你想想看 这些企业都是非常有实力的企业他们都裁员 那底下的那些呢 底下那些不裁员吗 那更得裁员 那你的裁员不多吧 裁一半呗 那500万失业 所以这个情况是很严重的 提问 教培 培养的主要还是追求考分的利己主义者 不至于对意识形态控制造成危险 因为体制外教师太多 就要打击教培行业 由此产生的失业难道不会造成更大的怨恨吗 共产党不怕你怨恨他 共产党怨恨他的人还少吗 以亿为单位吧 至于说追求考分的利己主义者 什么叫追求考分的利己主义者 追求考分就是利己主义者吗 这个我不同意 说 那谁不在追求考分 对吗 你现在学校的老师也是在追求考分的 也是利己主义者 利己主义者并不是什么 错误的事情 谁不在追求利己呢 对吗 所以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情况 培训行业的朋友跟我说 现在这个行业已经基本凉了 除了艺术课 大部分的培训班或者或多或少 会超纲授课 对于这个行业真的是翻天了 他们学校的老师这两天听到消息 好多都哭了 那是 教培行业 其实这个行业 团灭 我们在6月份已经开始讲 这个行业已经团灭了 可能有些国内还是信息慢一点 提问 最近大肆宣扬要弃美国资本线路 要转走德国实体制造线路 教育行业要大力提升职业教育线路 加大蓝领工人数量 请问王老师 不走发达国家的全民高等教育普及 这样的道路是正确的吗 发达国家的全民高等教育普及 什么意思 我没听懂 中国的高等教育 中国应该先普及什么 高中教育 高中教育都没普及 那全民高等教育普及什么 这是第1个 当然现在中国高等教育 由于他成为这个就业的蓄水池 所以一直在扩招 一直在扩招 但是他的教育资源并没有扩加 增加 所以你只是看到 高等教育的某种程度的虚胖 他只是个虚胖 人数很多而已 那教育质量并没有提升 所以这是个问题 那他到底怎么走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政策 中国的教育管理 一个字 混乱 乱 一个字就乱 两个字就混乱 三个字就非常乱 就说为什么 他没搞清楚教育到底是什么鬼 所以是乱七八糟 所以你说什么线路 没有线路 我们找时间专门来讲讲中国的教育 中国的教育就是一个字 真的是乱 他走什么 他走什么线路 他没什么线路 一塌糊涂 情况 我女儿马上五年级了 以前放学要去老师补课 不去不行 老师一直问要不要补课 问了一次又问一次 再不配合 你想想女儿在学校怎么待 情况 我们要讲清楚一点 学校的老师逼迫孩子去给他 在他那里补课这件事情 坏吗 非常坏 没有比这更坏的事情 为什么 这就是一种腐败 利用他 就是你想一下 中国社会腐败的程度是什么情况 就是任何人 都利用自己的 位置 寻求某种权力 然后把这种权力变现 老师都可以干这种事情 那么政府在做的 对教培行业的团灭 和这件事情有没有关联 当然 他把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 所以大家看得过去呢 这件事情还不错 他解决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其实是 中共自己造成的 中共自己造成的这个情况 然后他在用这个行为 来解决 包括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 在内的所有的问题 大家好像挺支持 他团灭教培行业 其实这就掩盖了什么 掩盖了他在教育领域的失败 和造成的后果 理解吗 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 大家要 所以大家看清楚 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 这件事情的本质就是 中共要把整个教培行业团灭掉 和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老师的老师逼这个学生补课 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当然 教培行业被团灭 学校的老师 逼迫学生补课的 这种能力就更强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现在抓老师补课这件事情的原因 否则的话那件事情就推行不下去 所以两件事情它关联起来 观点 我当了15年校内教师 做过5年校外培训 中国校内教师每天的教学任务 是 每天的任务 学科教学是副业 进行哀国思想教育 红色教育是主业 而教培教师只讲学课 不做思想 思想教育 OK 理解了吗 这个网友说的 非常狠 情况 今年9月开学 中小学教材会新添一个品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生读本 分小学低年级阶段 小学高年级阶段 初中阶段 高中阶段 学生人手一策 这就是继 毛之后 唯一领导思想读本 进入中小学课堂 可见习的野心和思想控制 习对权力的控制真是丧心病狂 无法回头 非常对 观点 我是做亚马逊 亚马逊封号并非针对中国卖家 而是针对违规卖家 只是恰巧这些违规的卖家以中国卖家居多 国内的很多评论把这件事情说成是打压中国卖家是不对的 亚马逊平台 平台运营的体系是欧美的规则 法治国家不会乱来 冻结条款并不是没收 不用多久会退回的 客观的说 亚马逊这次行动最大的收益者 恰恰是中国商家 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坑中国商家最狠的就是中国大卖家 平台是刮骨疗伤 非常合理 我非常同意他的话 为什么 因为我是买家 我老是碰见这些 这些劣质卖家 所以亚马逊整治一下 挺好 情况 两年前 哈尔滨的一个朋友做P2P 小贷 会农聚保业务员 当时资金断裂之后 抓一批人 判了一批人就结案了 今天朋友突然在火车站被警察带走 今天家属被告知 按当年业务员判例 返还提成并罚款 神经病吧 为什么 缺钱了呗 情况 坐标北京 今天店铺因为有密切接触者进店 被关闭了 北京海淀区 那个公司是清华旁边的同方威视 那个公司有一栋楼 至少五六千人 确诊者还上班了 上了几年班 今天一早 两个政府的人堵在我们店门口 让所有员工不许离开 情况 身处灾区 这次洪灾救援很少看见部队 全是民间救援队 基本上靠老百姓自救 以前大灾至少国家领导人会到现场做做样子 现在来都不来了 此次洪灾最严重的卫会是泄洪 就是有机会通知老百姓撤离的 全是共产党 不作为 提问 请问王老师 布林肯在新德里会见达赖喇嘛的代表 是不是对中国接触塔利班的反制措施 不是 为什么 没有关联 因为塔利班 和达赖没什么因果关系 所以我不觉得是 那当然 其实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就是你看 拜登政府开始做很多动作呢 你看他 他只见达赖的代表 他不见达赖 他把这个事情做80% 80%那你很不高兴 但也没办法 基本上拜登政府就干这种事情 鸣谢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一个节目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